在黄景瑜、迪丽热巴恋爱绯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黄景瑜前妻又出现了 只是发了一条动态就火速掀起新一轮风波 不仅再次波及黄景瑜 身为黄景瑜绯闻对象的女星迪丽热巴也躺枪了 黄景瑜前妻名为王雨昕 最近她高调进军娱乐圈 还因为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单元奖项受到外界关注 这一次风波其实也和她获奖有关 虽然没有点名道性 但是她的动态明显是跟人喊话 上来就是一句 入围金角最佳女主对你的伤害这么大 我是没想到 接下来黄景瑜前妻画里画外暗示 有人因为她获得了奖项受到影响 还来打扰和警示她 然后开始画重点了 黄景瑜前妻继续撂狠话 原话如下 拒绝打扰和任何警示 不然我要截屏你现女友了 挨个通知哦 不行再给制作们看看你的小作文 和一些无语后续 再多的公关方案和舆论导向 都比不过当下真诚和对彼此放过 放过他人 你的未来还是可期 一段话信息量超大 从截屏挨个通知你的现女友 到放过他人你的未来还是可期 让网友认定黄景瑜前妻 正是对着他的前夫黄景瑜和热巴喊话 立马兴奋准备吃瓜 特别是网友仔细一品就发现了 挨个通知 背后意味着某人现女友不止一个 放过他 意味着某两个人还没有分手 大家也是分分钟就联想到了黄景瑜和热巴 难不成黄景瑜前妻在爆料黄景瑜和热巴恋爱还劈腿 当然 鉴于黄景瑜前妻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以上都只是网友猜测 也有网友指出黄景瑜前妻纯属蹭热度 他自称入围了金绝奖最佳女主角 实际上不过是入围了亚洲新人奖 既然喊话前提都错了 那么后续内容可信度自然大降 金绝奖影后的含金量 也许能给黄景瑜或者热巴造成一定影响 一个单元新人奖还不至于吧 另外 这里也要强调一下 黄景瑜前妻多次爆料还点赞热巴 姿势做足 但是从没有拿出过实锤 更微妙的是 他每次总在黄景瑜有新剧播出的时候突然出现 如此巧合 网友多快怀疑是联手炒作了 掐指一算 黄景瑜和前妻离婚也有七年时间了 也是建议他们有机会好好面对面沟通一下 特别是在牵扯第三人的情况下 你们之间有过婚姻有过恩怨 可是热巴没有呀 就算热巴真的和黄景瑜恋爱了 他也很无辜 总不能一次恋爱还得对男方前任负责吧 娱乐圈的瓜真是吃不完啊 黄景瑜前妻在线波澜 自爆获奖要通知其线女友 热巴无辜躺枪娱乐圈的瓜 真的是一个接一个 让人吃得停不下来 这次黄景瑜的前妻又出来 搞事了 她在社交媒体上自爆获奖 并表示要挨个通知黄景瑜的线女友们 这一波操作 简直是让人目瞪口呆 无辜的热巴也因此躺枪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黄景瑜的前妻王雨昕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动态 称自己获得了某个奖项 这本来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但是黄雨昕接下来的操作 却让人有些看不懂了 她表示 自己获奖后 要挨个通知黄景瑜的线女友们 让他们也知道这个好消息 这一波操作 简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黄景瑜的线女友们 这意思是黄景瑜有好几个线女友吗 还是王雨昕在故意制造话题 吸引眼球呢 无论如何 这一波操作都是让人有些看不懂的 而更无辜的 莫过于被躺枪的热巴了 作为黄景瑜的绯闻女友之一 热巴无辜的被卷入了这场风波中 虽然黄景瑜和热巴的恋情传闻 一直都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这次王雨昕的操作 却让热巴无辜地躺枪了 不少网友都表示 热巴真是太无辜了 被这样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风波中 其实 黄景瑜和王雨昕的恩怨纠葛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两人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但是后来 却因为各种原因而分开了 分开后 两人也一直在网络上互相撕扯 各种爆料和指责 层出不穷 这次王雨昕自爆获奖 要通知黄景瑜现女友的操作 也被不少网友 看作是 她在继续撕黄景瑜的一种方式 不过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王雨昕这样做 其实是在自降身价 毕竟 一个已经离婚的前妻 还这样纠缠着 前夫和她的现女友们 实在是有些不太体面 而且 这样做也会让自己 陷入更深的舆论漩涡中 对自己的形象和声誉 都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说起来 黄景瑜这几年 在娱乐圈的发展 也是相当不错的 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逐渐在娱乐圈中 站稳了脚跟 而她的恋情传闻 和婚姻纠葛 也一直是网友们 关注的焦点 不过 无论如何 我们都希望黄景瑜 能够处理好自己的私人事务 不要让这些纠葛 影响到她的事业和形象 至于王雨昕这次的操作 不少网友都表示 有些看不懂 毕竟 一个已经离婚的前妻 还这样纠缠着 前夫和她的现女友们 实在是有些不太合适 而且 这样做也会让自己 陷入更深的舆论漩涡中 对自己的形象和声誉 都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希望她能够冷静处理 自己的情感问题 不要再继续制造 话题和争议了 这次黄景瑜前期的操作 确实让人有些看不懂 不过 无论如何 我们都希望黄景瑜和热巴 能够处理好自己的私人事务 不要让这些纠葛 影响到他们的事业和形象 同时 我们也希望王雨昕 能够冷静处理 自己的情感问题 不要再继续制造 话题和争议了 毕竟 娱乐圈的瓜虽然多 但是吃得太撑了 也是会消化不良的哦 绯闻情侣的甜蜜交集 黄景瑜与迪丽热巴的那些 不得不说的事 在娱乐圈这片繁华的舞台上 明星们的一举一动 总是牵动着万千粉丝的心 黄景瑜与迪丽热巴 这两位颜值与实力并存的演员 因为一部幸福触手可及而结缘 从此 他们的名字便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绯闻与猜测也随之而来 时间回溯到2020年 一部名为幸福触手可及的都市爱情剧横空出世 黄景瑜与迪丽热巴在剧中饰演了一对 从误会到相爱的恋人 这部剧不仅让观众们大饱眼福 更让两人的CP感直线飙升 剧中的他们 无论是甜蜜的拥抱还是深情的对视 都让人忍不住磕起了CP 随着剧情的深入 关于两人阴系深情的传闻也开始甚嚣沉上 事实上 早在剧集播出期间 就有不少网友 扒出了两人之间的各种 蛛丝马迹 比如 他们被拍到在剧组互动亲密 黄景瑜甚至亲自上手为 迪丽热巴化妆 这样的举动 在旁人看来 无疑是暧昧至极 此外 还有网友爆料称 黄景瑜的车 多次出现在迪丽热巴所在的剧组 疑似前去探班 这些消息一出 立刻引发了粉丝们的热议和猜测 然而 面对这些绯闻 黄景瑜与迪丽热巴 却都选择了沉默 他们既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这种模糊的态度 更加激发了网友们的好奇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关于两人的恋情传闻 非但没有平息 反而愈演愈烈 有网友甚至扒出了 两人共用一个保镖 一起参加活动的照片等证据 试图证明他们的恋情 尽管双方工作室 从未正面回应过这些传闻 但粉丝们却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每当有两人同框的消息传出时 网络上总会掀起一波讨论热潮 比如 在黄景瑜生日那天 迪丽热巴被爆出前往上海为其庆生 虽然两人并未发布同框照片 但迪丽热巴微博的定位变化 却引发了粉丝们的无限遐想 除了这些公开的交集外 黄景瑜与迪丽热巴 在私下里也有不少互动 据知情人士透露 两人在合作期间相处得非常融洽 经常一起讨论剧本 分享生活点滴 这种默契和亲密感 也让不少网友坚信 他们真的在一起了 当然 作为公众人物 黄景瑜与迪丽热巴的恋情传闻 也难免会受到一些质疑和批评 有人认为他们是在炒作 CP以博取关注度 也有人担心恋情曝光 会影响他们的事业发展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隐私和选择 毕竟 在娱乐圈这个充满诱惑和压力的环境中 能够找到一份真挚的感情 实属不易 如今 虽然黄景瑜与迪丽热巴的恋情传闻 依旧扑朔迷离 但他们在各自的事业上 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无论是黄景瑜的硬汉形象 还是迪丽热巴的甜美气质 都深受观众喜爱 未来无论他们选择公开恋情 还是继续保持低调 我们都应该祝福他们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毕竟在爱情面前 没有谁对谁错 只有是否适合和珍惜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